- 發行的 我本身就是學髮型出身的 在我比較年輕比較有時間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常一個人就是 到歐洲去旅行 所以現在看到的風格都是一些 我以前旅行的一些 一些記憶 像這個就是從波蘭訂過來的 那個福利的標本 像這個燈就是英國的老街 項目的那個老燈這樣子 沙龍他在早期18世紀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 很多藝術家他們在交流的空間 那我的出發點 以我自己專業的出發點 我會覺得來這邊剪頭髮客人 他可能是可以有更多 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不只是就是剪完頭髮就離開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了 開設一個這樣的空間 這樣的設計其實就是 在早期的時候 每口早期他是有禁酒令的 因為那時候販售私酒是違法的 你不能自己釀私酒 所以很多喝酒的空間 他們可能外面是肉譜 有可能是西裝店 也有可能像我們一樣是 是禮法廳 就是他會有一個暗門推進去 就是大家可以偷偷喝酒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概念 來開設這個店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空間 我們比較不會 在裡面喝酒大家的音量 或者是音樂的音量 我們比較不會去吵到鄰居 這個也是一個用意 東方哲學的思想 來命名像這樣子 比較英式風格的一個店 它有一個中西合併的感覺 所以墨子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大家都是 是有愛的 不是太出事 不像老子裝子那樣子 其實很非常舒適 我們希望還是陸師 可以大家一起利用愛 不管經濟上 或者是實際內上 都是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一個理想